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厂坐落在凤凰城西北部 厂区占地超过1100亩 属于仍带开发的新区,相对空旷冷清 晶圆厂具体地址在17号洲际公路以西303号环路以北的交界处 驱车驶入园区,道路宽敞空旷 其中一条主路已被成白相间的路障封锁 沿着仍开放的路行驶 可以看见园区内有近十架起重机以及工地设备 已经建起一座以黄绿色为主的建筑 建筑标有台积电英文简称的TSMC字样 离开台积电工厂后,向东南方向行驶到Deal Valley 有一片空地,此处被指定用于建设台积电的下游工厂 已有几处地皮正在建设 美国《世界日报》12月上旬称 台积电至少已在运两家专机的工程师和家属赴美 多数在40岁左右 虽说距离量产的时间已经不远 但厂区周围配套的生活设施仍然偏美式 这些台积电员工和家属如果想品尝家乡口味 得开车一小时到凤凰城南部 有时甚至需要靠数百里外的南加州供应 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 台积电的这些一举一动都受到业界的关注 距离台积电宣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新建12英寸晶圆厂已过去两年半有余 在这期间不断有关于其他海外新厂 最新技术节点建设时程的猜测传来 台湾《经济日报》12月中上旬就报道 台积电一名资深副总经理在东京电视台市表示 除正在日本熊本县兴建的工厂外 台积电不排除在日本盖兴厂 但他同时也表示 希望先了解熊本厂的表现 然后再决定是否可能兴建另一家工厂 另外 手机晶片达人也同步爆料称 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400亿美金 盖第二座晶圆厂之后 再来准备宣布 在日本熊本 除了原来的28奈米之外 再盖一座6奈米7奈米的晶圆厂 据悉 台积电日本熊本厂于2022年开始建设 计划于2024年底开始投产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除了之前的宣布采用22奈米28奈米工艺 并将月产能提高到5.5万片12英寸晶圆外 台积电还将利用12奈米16奈米 的FinFET工艺技术增强 该厂生产能力 此前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 在视察了台积电 正在熊本县建设中的工厂 称建得非常快 而日本之外的台积电 美国亚利桑乃厂 尽管要部署更为先进的 三奈米工艺 但官方表示 起码要到2026年之后了 台积电在台湾厂的三奈米晶片 早已经于2022年第四季度进入量产 台积电三奈米制成节点的升级版 N3E工艺节点也宣称将在2023年下半年 开始实现商用化生产 接下来到2025年时 在其位于新竹的宝山厂 量产2奈米晶片也备受期待 而相较于其3奈米晶片 预计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处理速度 渴望提高10%至15% 同时功耗也渴望降低25%至30% 当然台积电目前已知最神秘的杀手机工艺 台积电的1奈米晶片制成技术正逐渐成型 在2022年夏天公布其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和国立台湾大学NTU合作的结果后 多方消息显示 台积电正计划在桃园打造1奈米晶圆厂 据悉 新的1奈米晶片生产设施将落脚桃园龙潭科学园区 台积电也已在该科学园区经营两座半导体封测厂 不过 台积电超越3奈米制成节点的先进制造技术 目前正处于探路Pathfinding阶段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台湾大学和台积电的研究人员 前段时间就发现 2D材料与半导体金属壁相结合可达到极低的电阻 客服实现1奈米晶片的挑战 然而台积电在1奈米技术取得突破这一事实则是一大关键进展 随着半导体制成技术持续萎缩 日益增加触点的电阻 因此台积电和其他大型晶圆厂正致力于寻找具有极低电阻 可传输大电流且能用于量产的触点材料 今年5月台积电宣布与麻省理工MIT和台大MTU 合作开发1奈米制成节点的关键材料 但早前也曾为此等轻说 这些突破性进展并不一定 能很快地用于商业化晶片生产 在麻省理工MIT台大和台积电共同发表的研究论文中 详细描述了由金属诱导导电间隙 而引发的制造挑战 以及单层技术如何受到这些金属诱导间隙的影响 此外 其论文建议采用后 过度金属壁和半导体单层 过度金属二流化物以缩减间隙的尺寸 从而生产出比以往更小尺寸的2D电晶体 通过结合半导体金属壁电极与2D材料 有助于显著降低触点的电阻 并增加电流传导 这项突破涉及一系列新材料 使其可在晶片中创建单层或2D电晶体 从而透过与层数匹配的因子来微缩整体密度 而2D的二维材料则是关键 二维材料是指电子仅可在两个维度的 一至100奈米尺度上自由运动进行平面运动的材料 如奈米薄膜、超金格、两子锦 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层状材料 具有独特的电穴、光穴、力穴、热穴等性质 在电子、光电子、能源、环境、航态等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石墨烯被发现后 由于二维过度金属流足化合物具有类似的结构 成为一种新型的类石墨烯材料 因此除去石墨烯外 以过度金属流足化合物为代表的 有二流化木、二流化污、二锡化污 以及黑磷等材料 也被认为是2D材料 其中研究最广泛的是二流化木 台积电和麻省理工MIT的团队 已经采用包括二流化木、二流化污和二锡化污 各种现有半导体材料 展现其所实现的低触点电阻 理论上 与二流化木相比 电子应该更快地穿过另一种2D材料二流化物 但在英特尔的实验中 二流化木器件更胜一筹 随着基于系的电晶体勾到越来越小 即使炸机上没有电压 电流也开始在漆上泄露 随着每一代技术的发展 这种效应被称为短勾到效应 情况也变得越来越糟 危害了进一步的炸机长度定标 当今的主流电晶体技术 FinFET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 在这种电晶体架构中 其状勾到区可以做得更薄 并且炸机在不止一侧上包围勾到 这使得炸机电压更容易控制 基于系的勾到内在流子的流动 即将到来的像奈米片电晶体的过渡 炸机现在四面八方围绕着通道 进一步建立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 提供了更好的静电控制 但是当缩放到三奈米以下时 问题再次出现 这就是高机动性二流化木 二流化屋可以支援的地方 它们可以被构造成几个 甚至单个原子层 从而提供了非常薄的 勾到区域的可能性 这极大的限制了电流流动的路径 从而在关闭设备时 使电荷载流子更难泄露 因此它们有望实现 最终的10奈米以下的炸机长度缩放 而几乎完全无需担心 短勾到效应 使用非精细材料 有助于实现小至1奈米的电晶体 已经成为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然而正如台积电研究人员坦言 在未来几年内还不太可能导入 使用于1奈米制成节点 然而为了实现1奈米制成几何结构 寻找合适电晶体结构与材料的任务 本身已是一项令人振奋的进展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